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超杰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音乐类的在线音乐类的产品 他们的产品分析 我们今天还是选择了市场上非常代表性的三款产品 酷狗音乐,QQ音乐和网易音乐 为什么选择这三款产品呢 酷狗音乐和QQ音乐是这个领域的老大和老二 尤其是酷狗音乐一直在第一名的位置 没有它都动摇 它是一个从PC时代衍生过来的产品 那么为什么选择网易音乐呢 网易音乐虽然在目前的市场覆盖面上进不到前五 甚至进不到前八 但是网易音乐在很多数据上 尤其是增长势头上 重度用户的这种喜爱程度上 都是所有音乐里面最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三款产品 非常有代表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从战略层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三款音乐类型的产品 从产品定位上 酷狗和QQ都有PC端的经验 当然酷狗音乐是PC端时代的一个霸主 那么大家在PC时代都会有这种 Hello 酷狗的音乐情节 那么PC时代的成功也为酷狗的移动化 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很多用户都从PC端迁移到了这个移动端 那么QQ音乐 它的定位是独家音乐板权 付费听高音质音乐 无损音乐音乐 定位音乐平台 那么QQ音乐这个产品定位呢 它主要是打两点 打这个音乐版权 打两点 一个是音乐版权 还有一个是无损高音质的音乐 但是这一点呢 这是QQ的一个定位 比较有奇怪的一点 就是QQ音乐没有定位在社交 其实QQ音乐有着最强大的这种社交的这种账号 但是呢 QQ音乐没有打社交的这个牌 所以呢 这也给很多的这个音乐 例如像虾米啊 网易啊 这类音乐提供了非常好的市场空间 那网音乐 主打的就是专注于发现和分享高音质的音乐 而且主打音乐端 移动端 定位音乐社交 所以说QQ音乐没有做社交 那网音乐就扛起了音乐移动社交的大器 那么从特色来看 酷狗音乐 主要是内容非常多 它是从PC时代就有的 所以说它资源内容比较多 有着海量的勾端 然后呢 有酷狗音乐人 并且呢 比说几个具体的一点 这个特色的功能就是K歌 还有就是收音机的功能 那么QQ音乐 QQ音乐 它主要主打的是无损音质 所以说它的音质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无损音质呢 是需要付费的 是需要付费的 并且呢 它提供了车载链接 有着独家的音乐版权 它买了很多音乐节目的版权 包括这个音碟的版权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好声音 这只有QQ音乐有 当然它也在做自己的社交平台 但是呢 没有网易做的那么狠 并且呢 QQ音乐毕竟不差钱嘛 对吧 亲爹土豪 所以说它参加了很多盛典的活动 比如说很多颁奖礼 都是官方合作 都是QQ音乐 那么网易音乐呢 它主要是发现音乐 所以说它的发现推荐歌曲 是它的特色 那么歌单呢 也比较强大 歌单是网易音乐的重点功能 那么突出的是社交功能 是它的特色 那对于音质这方面呢 网易突出的是高品质音质 并且免费听 但是无损音乐是不能听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积分换礼品 这就是三款音乐的产品定位 还有它们的特色 那么对比这三款产品的 自有的独特定位 我们可以看到 QQ音乐主要定位在 版权和高音质 那么从这个定位来看呢 是比较符合 未来的这种发展势头的 因为未来 版权意识会越来越重 那么付费购买的习惯 中国用户也会越来越培养 所以说这个QQ音乐 是看重的是未来 那么现在的QQ音乐 是只能付费 才能听到特定的版权歌曲 那么对于这种无损音质 也是必须要付费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音乐的发烧友和粉丝 都会去QQ音乐的原因 那么酷狗的音乐呢 那么它的特色功能就是K歌 它有K歌 并且呢有收音机 收音机呢可以听地方的这种电台 那么网易音乐 它注重的是发现和分享 发现主要是智能推荐 智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的歌曲 那么分享功能 主要是做移动社交 那么这种做移动社交类型产品 也会拨得很多90后 尤其是一些新兴人类的一些关注 那么高音质的音乐呢 在网易音乐里面是免费的 但是呢不能听无损音乐 这点是比较可惜的 哪怕是付费也是不行的 这点对于很多音乐发商友来说呢 是比较遗憾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酷狗音乐 酷狗音乐呢 它相比于QQ音乐 相比于这个网易音乐 它都缺少社交的这种性质 它更像是一种工具 它面向的是常委用户 尤其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地区 二三线三四线的城市 酷狗音乐的这种覆盖人群呢 是非常大的 那么常委用户呢 往往会把它当成一种音乐的搜索软件 下载软件和云端存储的工具 而且从PC时代这种研习看 那么酷狗音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凭借这种大量的免费的音乐资源 为普通用户 尤其是常委用户提供了极度低廉的这种学习成本 也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用户 那么从这种移动端时代到来呢 酷狗音乐还是比较好的完成这种市场转型 那么从现在的市场份额来说 依据占据的最大的市场范额 那么由于酷狗音乐的这个音乐类型比较多 然后曲量呢也比较丰富 所以说呢酷狗音乐也做了 比如说像这种云存储的这种分类和整理 就比较重要了 那么在酷狗的这方面呢也在做 比如说它发展那种多端同步 但是由于很多歌曲的不规整 比如说有些歌曲它找不到 演唱者究竟是谁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优势呢 还不是很明显 网易音乐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歌曲推荐 精准的推荐是比较好的 给用户很多无限的惊喜 那么我个人呢也是网易音乐的一个忠实用户 那么我感觉它的这种精准的推算 确实是优于其他的这种同类的互联网的产品 而且里面呢还会加入了很多social的功能 邀请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入住 提高了它的b格 那么赢得了很多音乐粉丝的青睐 当然在社交方面 网易音乐打算把社交作为它的一个特色 但是从目前来看 整体市场环境做社交都非常的难 那么用户呢 对于传统社交的依赖呢 还是比较强的 比如说这种微信这种产品 用户呢 一般来说都会转向微信去社交 那么在这点音乐社交做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 也是未来网易音乐急需突破的一点 那么从范围层的角度来看 那么酷狗QQ跟网易音乐在我下面罗列的众多功能上 他们有交集也有不同 我这里面呢简单说几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吧 比如说在搜索上 那么QQ呢是支持语音搜索的 这点相对来说比较智能 那么离线缓存这方面 离线缓存这边 那么网易音乐做的稍微少一点 很少一部分的歌曲 能够用户在离线缓存的时候就能听得到 他必须要收藏下载 那么听歌识取这方面 网易音乐做的是比较好的 而QQ跟酷狗对于纯音乐效果一般 在版权歌曲这方面 那么QQ音乐呢是需要付费去听的 而网易音乐是需要跳到苹果平台去付费的 体验不是很好 在这种320高音质的来说呢 网音乐做的是比较好的 是可以免费听的 而且量比较多 但是在无损音质这方面 只有QQ音乐有资源 但是必须要付费去听 从个性化推荐来看 网易音乐的推荐效果 是最好的 在换孵上 那么QQ音乐只支持两种效果的换孵 其他的都可以多种换孵 私人FM这是网易音乐做的最好的 还是他推荐效果最好 那么这个豆瓣FM导入这方面 那么网易音乐是支持账号导入的 那么我们再看从这个专辑播放来说 那么QQQQ还有这个网易音乐是都是可以的 在这歌曲评论上 QQ呢采用这种弹幕的这种形式 是比较前端的 而网易音乐有这种热门评论的 热门评论比较丰富 它和这种网易的这种新闻类的产品 是一样的 车载音乐 QQ已经支持了 K歌QQ跟QQ跟酷狗也进行支持了 网易没有支持 在电台这方面 酷狗是它的特色 有地方电台可以收听 那么从音效来说 酷狗是可以多种音效切换的 流量包液三种都有 这是他们在功能范围上的一些相同和不同 我们对比这三种移动软件 在这种功能范围可以看出QQ音乐 它还是秉承了产品导向理念 以用户为中心 开放了很多有特色的功能 比如说语音搜索 比如说专辑播放等等 那么为用户呢 提供了非常便捷和适用性极强的功能 而酷狗音乐就像我说的 它走的是大众路线 长尾路线 应该有的 我都有 它强调的是用性 但是它摒弃了一些专家型用户 也就是一些资深的 发烧友的音乐的这种用户呢 它是不覆盖的 致力于服务常委用户 尤其是一些二三线 三四线的城市 而网易音乐呢 走的是高逼格 走的是文艺路线 它吸引的是特定用户人群 而且呢 它这种社交的功能 以及呢 引入明信资源 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参与 下面是结构层 结构层呢 就是用这种思维导图的方式 来分析这三款产品 它的这种结构 那么酷狗音乐主要是分为 看 听 唱 还有个人信息 这三大块 重点的模块是在听 特色的模块是在唱 而看呢 往往是它商业化的一个举措 我们再来看QQ音乐 QQ音乐呢 它的重点是在音乐馆 音乐馆里面有很多 它的丰富的资源 包括它的一些版权 那么发现 发现主要是为了发现音乐 那么其他的功能都和酷狗 没有太多的区别 我们再看网易音乐 网易音乐重点突出 发现音乐 在发现音乐里 有很多个性化的推荐 还有一些电台 那么听歌识曲 也是网易音乐比较突出的功能 当然别的竞品也会有 也会有 那么还有一个朋友 朋友主要是因为网易音乐 他重点打造的音乐社交 所以他把朋友呢 作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模块 那么其他的功能模块呢 都和其他产品 没有太多的区别 在这里面就不太多赘述了